6名海巡人员气喘吁吁 抬着担架上面躺着的是 一名因为不明原因坠海的 41岁王信南钓客 并以长背板协助将逆者固定后 台支案上 事发在台东复岗渔港 20号下午1点多 务警民众指出 王信南子当时在兴建码头 不知是钓到鱼 还是在收钓线时 突然坠入海中 报案求助后 带获救人员到场 救案上岸后 以离落水间隔十几分钟 男子口吐白沫无意识 送往东基督教医院 仍抢救无效 第一上岸群队呼吁 民众落于岸季及港区 如发现有溺水者石 可立即拨打海巡署 118服务专线 安巡队也提醒民众及钓客 从事垂钓活动 可多利用安检所的 救生医除解服务 以保障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新闻李宇罕台东报导